我和云家两兄弟先过去,你们明年早些出发,别耽误了怪宝的大日子。 在家中和李正多留意这些云家祖柴的动静,主人家不在,只剩下人了,别让有些不懂事的以为没人款。 在心大了,生出不该有的想法,山上那些果子树也要放在心上,老大和老二要每日里上山看看,就当替老云家看管一段时间,等从京城中回来就好了。 乡亲们都知道他们要去京城了,一个个都拿着东西往云家的马车上塞。 大娘,这些您自己留着用吧。 老大媳妇,这些是给乖宝的,你一定要带过去。 说再多,这些婆子们便不开心了。 无奈之下,又多加了两辆马车,才将将把东西放好。 哎呀,这样才对嘛,又花不了多少钱,这样放东西多宽敞。 之前不加车,乡亲们私下都以为你们身上没钱,疼不开手,还打算去帮着多租几辆马车呢。 我真的会嫌。 怎么办呢,好想笑,根本忍不住啊。 只是,他自己没事地躲在山上,照看这些果树,比自己亲儿子还要亲。 一时不习惯,自然惦记得就更多。 云二爷,您就安安心心去陪家里人,保证一点问题都没有。 厉叔,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 我懂的,不是信不过,是看中这些果树。 次人,尽量马车从云家祖宅里出来。 一路上注意安全呢。 慢慢走,别着急,肯定能赶上过年时到。 帮我们跟云老爷子和云老夫人问个好。 大家伙是问惦记这两位呢。 有什么事情,让人回来送个消息。 心里千万别慌。 一句一句地叮嘱,一句一句地问候。 都是乡亲们发自肺腑的情感,尤为真诚。 各位前辈不要再送了,都回家去吧。 小子肯定会把诸位的话给爹娘带到的。 下面那些老祖宗们,哪个有我厉害。 等我下去的时候,可是要好好选耀一番。 呵呵呵呵。